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我是老王 住在社区型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社区里面一定会有保全人员 保全又会有份早班跟晚班 老王有一位观众就是晚班的保全 他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曾经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候是农历7月份 他掉去陈如桥附近的社区上夜班 那一天半夜4点左右 天气有点闷热 没有风 于是他就到外面透透气 因为社区大门会自动上锁 上锁之后就要用门禁卡通打开 于是他就用石头挡住大门 就在外面深揽药深呼吸 忽然嗶嗶 这是大门开启的声音 他回头看想说要打个招呼 结果回头看不但没有人 挡住门的石头竟然已经不知所终了 后来他觉得有点毛毛的 就把我去掉监视器来看 回忆的是所有影片都正常 唯独要关门的那一刻才出现杂讯 后来去查猜发现 这间社区曾经有人在一楼厕所想不开 于是他就申请调去其他社区 没想到又遇到类似的事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这次我负责的案子是一个独树社区 位在五谷区 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所以只要到晚上就非常的安静 也蛮少的车经过的 我一直都是麻瓜体质 麻瓜体质也就是看不到鬼 听不到鬼 虽然看不到 听不到 但是我对于鬼神 一直都是抱着尊敬的心态来面对 这个社区的晚班 到了晚上12点的时候 就必须要把所有的灯给关掉 只留了大厅柜台上一盏灯 夏天不能开空调 所以只要会热 我就会把大门给打开 一开始掉来这边 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忽然经常性的会听到 穿着拖鞋走路的声音 在大厅或者是梯厅的走廊深处 但是看监视器 都是没有人的情况 也很常会有那种忽然 敲一下玻璃的声音 而且声音不像是昆虫撞击 比较像是用手拍打一下 但是我都把它当作是我听错之类的 因为夜班无聊 我不是打索油看影片 就是在跟朋友聊天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聊天聊到一半 突然柜台后方总机房传来声响 砰 我吓一跳马上进去查看了 原本靠在墙上 社区办活动会用到的折叠椅 倒在了地上 我就赶快把椅子收好放回原处 边收边想着奇怪 那这些椅子都没有动过倒过 那靠在墙边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倒下来 而且根本算是卡死的 怎么会这样呢 收好之后 我就回到位置上 我朋友就问我说 你怎么突然人不见了 我说没有啦 机房的椅子倒下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朋友就开玩笑的说 欸 该不会有鬼吧 我才说鬼你的头啦 怎么可能会有啦 后来又过没几天 上班时间啊 那天大概凌晨一点 忽然 咔一声喔 我就知道奇怪什么声音啊 我就过去看 一个小心地滑的地牌 就在我正前方 欸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个牌子 都放在我们的柜子上面 没有地震的情况 又怎么可能会掉下来 我就又掉了监视器来看喔 监视器清楚看到 没有人 没有动静 那牌子就像被人抽出来一样 甩在地板上 我看完整个钞码喔 马上跟我朋友传讯息 我朋友才说 这假的啊 会不会你那边不干净啊 欸 你有休假 记得去庙里面走走喔 我就甩着害怕的心情 直到早上下班 后来又隔了几天 到了农历七月 我跟朋友在群组 用语音讲鬼故事想说应景啊 后来大家也希望我来分享 我就说我之前在这个社区 遇到的怪事 接着我又说 我觉得可能都是心理因素 只是碰巧而已啦 当我说碰巧而已 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前面的灯闪了两下 我就看着灯喔 接着我没有说话 我朋友就忽然说一句 喂 你做保全还蛮爽的欸 上班还带女生一起喔 我说我旁边没有女生啊 大家又在笑 我说真的没有女生啦 结果那朋友很认真的语气说 真的有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睡一整年啊 忽然大家都没有讲话 另一个朋友才打破沉默说 诶 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 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吗 那个人才又说 我认真啊 而且旁边的女生在唱歌 大家也赶快说 诶 没事啊 没事啊 可能只是刚好经过了好朋友而已 毕竟现在七月嘛 突然传出一个声响 那个声音就像是有人用钥匙敲窗户的声音 我当下站起来马上往旁边看 想说应该又是住在12楼的陈先生 忘记带了地下室的钥匙 敲打车道旁边的玻璃要我开门 结果什么都没有 我马上又回来看监视器 外面依然一片寂静 后来群组的朋友就说 靠这里太可怕了吧 我就跟我朋友说 等一下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接着我拿好门禁卡走到外面 用很肯定的语气跟大家说 嗯 这里真的闹鬼 后来朋友就给了我一些建议 告诉我说要怎么做 我也只说等我放假再去吧 后来我们就挂了电话 我又撑到了下班时间 回到了家洗好澡躺在床上 我家有养猫 诡异的是 我的猫是一个很爱撒娇的猫 这一次 它就远远的一直看着我 我靠近它就炸毛 我喊它它也不理我 就是远远的看着我 但是我真的也不敢乱想 我手机设定好闹钟 就放在旁边睡觉了 又到了上班时间 大概凌晨11点 我做好例行性的巡逻 住户也都差不多睡了 我就开始玩我的手机游戏 玩到一半 眼角余光一个人影走过去 我就说你好 然后抬头看一下门口 诶 人勒 那个人怎么不见了 我就马上想到昨天遇到的事 其实你问我 为什么不掉职或者离职 我也想 但问题环境所迫 现在真的没办法 而且我才刚掉过来 怎么可能可以马上又掉走 只好继续撑着 后来一个女生朋友打电话来说 她想找一个人聊天 然后再睡觉 我这个女生朋友很神奇 她有养一个娃娃脸 可能也就是大家认知的古曼彤那一种 但是不同的是 她是有让娃娃脸附体的 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懂 但这次很特别的是 我朋友是打私讯电话来 她打来过没有多久 就开始打嗝 然后在我眼前晕了过去 后来爬起来 就变成一个小妹妹的声音 就开始跟我说 现在是你还白目讲鬼故事 难怪一堆好兄弟都围过来听 而且你旁边有一个女生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怪怪的 我完全说不出话来 因为这件事情 我这位女生朋友她不知情 她根本不知道 我有跟一群朋友说故事 也跟我那群朋友交友圈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这算是网路认识的朋友 怎么会知道我的情况呢 我就紧张的问 那怎么办 她会不会害我 忽然这女生朋友对着空气讲话 讲得很小声 我也听不到 之后才跟我说 这个女鬼是来报恩的 可能是你前世姻缘吧 因为她发现你旁边磁场很乱 就想要在你旁边先当个守护灵 之后她就会离开了 可是也会有附加的风险 你不会有大痛小痛 但是你会比较不顺 毕竟本来就阴阳两隔 你七月最后一个礼拜过完 她就会离开了 后来听完这个女生说的话 我虽然知道我旁边跟着的 不是来害我的 但却也异常的觉得可怕 毕竟谁能接受旁边跟着一个鬼呢 后来这个女生朋友又很逗趣的 要我把镜头转个方向 然后开始跟我介绍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这个鬼的样态 是男是女高矮胖瘦 我就说 好了不要再说了 我一个人上班我怕了 后来我朋友才笑笑的又躺回床上 爬起来又变成她原本的声音了 我聊了一下以后 就很感谢她告诉我这些 她也希望我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之类的 我们就挂掉电话了 从那一天之后呢 上班 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了 没有怪声 没有怪事 可能是我旁边这位女鬼 真的在守护我吧 后来过了一个星期 我跟我朋友他们出门去玩 我们从桃园巨蛋 一路走长寿路回来 忽然有几个标仔挑衅我们 按了喇叭又往前冲 我朋友他们就追了上去 我当然也是 但是追到一半 我就想到我那女生朋友说的事情 于是我往前超车 用手挥一下 要我朋友他们减速 我朋友们减速问我怎么了 我就说 算了啦不要跟他们玩 接着我们就慢慢骑继续聊天 忽然一台旧物车从我们后面开过去 眼前看到的是几台破烂不堪的机车 地板甚至有人已经盖上了摆布 警察也到场了 那几台机车呢 就是挑衅我们的那些人 我们所有人就往前骑 骑到了一间便利商店 朋友才说 还好我有劝他们停下来 不然出车祸的可能就是我们了 发生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跟公司说 我想要回林口上班 也离开内洞社区了 我知道这间社区肯定有什么怪事 但是我没有去查证 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 查证以后可能真正的危险 才会在身边发生 故事结束 关于保全的故事 其实还有非常多了 很多也真的非常的可怕 保全朋友们辛苦啦 以后老汪有机会再来说 保全的故事给大家听 感谢各位观众的投稿 我们投稿会慢慢上片 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候喔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有另一故事 也欢迎投稿给我 投稿为止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